不好意思,鄧偉,感謝您這樣接受 非常感謝您去接受 有加入了嗎? 嗯,對 有有有,可以嗎? 可以嗎? 感謝您接受我們評判點的專方 那其實我們可能就三個面向 主要的,大家想要先 假新聞、假意題這些東西 你可不可以教民眾幾招簡單 可以我們自己去分辨 什麼叫所謂假新聞 怎樣去證實怎樣去分辨 是,其實我們行政員 是絕對不用假新聞三個字 從去年十月就不適用了 那主要原因是因為 英文你還可以分成news 就是大家看的 以及journalism 就是新聞工作者做的 那這兩個在中文都翻成新聞 所以當我們在講假新聞的時候 我們就不知道講的是 他是新聞工作者做的 只是內容不實 還是他不是新聞工作者做的 他冒充是新聞工作 還是呢,按照科皮的講法 他新聞工作者做的 做出來也是真的 只是編輯給他下了一個標題殺人 那這三種都有人把它叫做假新聞 那沒有操作型定義的情況下 這三個是彼此不重疊 我們也沒有辦法去處理 所以在行政院我們用的是假訊息 那假訊息英文就是一個很明確 叫disinformation 那它有一個法律上面的定義 就是它是有益的 故意的 它造成了對民主的危害 而且呢 它本身是不實的 不實的可能是最不重要的一部分 是它是有益的去造成危害 這個才是最重要的部分 所以第一個就是大家要了解到說 現在確實是有很多方式 是幾乎是免費的方式 就可以去合成一些圖片 現在合成一些影片都變得非常容易了 當然大家如果有看過魔戒的話 魔戒的第一集 其實裡面的那個golem 就已經是透過電影特效技術 只是那個時候呢 你也需要有一個超級電腦 才能夠做出那樣子的東西來 但現在任何個人電腦 甚至這台iPad 都可以非常容易做出 我們叫做deepfake嘛 就是任何壞臉這些東西 所以第一個就是awareness 大家要知道有怎麼一回事情 只要有人願意 他就可以去偽造 彭鳳講任何話 說任何字詞 甚至現在連我的語音模型都不需要 他只要打字出去 就會把我講的這個聲紋 也合成出來 這是一件事 第二個就是說 要了解到說 其實我們行政院 對於所有正在流竄的這些假瞬息 其實我們現在每個部會的一個小組 會在一個小時之內 做出我們叫222原則 就是標題20個字之內 內文200個字之內 至少兩張圖片 一個手機指示 放得下的這樣一張圖卡 去很快的讓大家知道說 事情從我們看起來是怎麼樣 所以呢 大家如果在line上面 好比像說 就有一個line today嘛 line today現在就有 及時澄清的專區 那不管是民間的朋友 還是行政院 只要做出這樣子的圖卡 我們通常都做得很好笑 那好比像說 之前有一個故事訊息 他在講的事情是說 一個禮拜如果燙兩次頭髮 竟然就要罰個什麼 100萬之類的 然後呢 這個一小時之內 我們院長的那個line 啊臉書啊什麼 馬上就端出一張圖卡 然後就說 這個是假的 不是這樣子 我們在做的事情其實很簡單 只是說2021年的時候呢 做這些染髮技的呢 他需要他的成分 他寫出來 但是我們不是去罰 湯頭髮的人 所以我們就看到一個 年輕的時候的蘇元朗 說 就算我現在沒頭髮 我也不會去懲罰有頭髮的人 然後呢底下他就說 不過呢 雖然沒有罰款 但是你一周如果真的去 看個兩三次 很傷頭髮 可能最後就會長得 像我現在這樣 那所以 這個是很好笑 所以我們就可以看到說 大家去流傳這個圖卡 就讓越多人先看到這個 再看到謠言 然後呢 他看到這個之後 把謠言來 他就有點像是 你打了流感疫苗 你就免疫了 你不會再咳嗽 就是你不會再傳出去 那不會再傳出去的話 大家就會覺得 這個就是有謠言而已嘛 他就不會有後面的 更多這樣的傷傷力 所以大家主動的去看到 我們這一些 不管是第三方做事實查合的朋友 還是我們行政院這邊的 繼續澄清 大家能夠去看這些 也是蠻好笑的圖卡 再去做二次三次的創作 那這個呢 不太能夠發揮創造力 而且呢 也不會有 變成幫兇這樣 你有統計過 花了多少人力在這邊嗎 就是你剛剛說 行政院每個部門 都會這樣 對 我們有三十二個部會 每個部會都要有一個 至少有五種不同角色的群組 所以這邊就有150多人 110 那你覺得像至今看到的成效 或是剛剛您舉的這個染法例 還有什麼例子 你覺得 讓你覺得效果比較大的 或是真的有 掌握到這個東西 這個例子 當時觸及率蠻高 可是它很快 就被另外一個觸及率更高的 取代了就是那個海委會的 我可能不會救你 那個應該大家都看到了吧 沒有看過就很奇怪了 對 那我們知道海委會是 三十二個部門裡面 最年輕的一個 他剛剛才成立 然後呢 在此之前呢 就算海巡的弟兄們 其實都知道說 台風天的時候 這個社會成本 非常非常的高 那但是呢 礙於我們國配法啊 什麼之類的 其實大家都沒有辦法公開的 去傳遞這樣子的訊息 那海委會成立了 它是那個一部分 所以呢 它的這個掃編呢 就光是這一則訊息 就從幾乎完全沒有人知道 海委會甚至有臉書 變成好像十萬多人在追蹤他們 就是一篇文章就做到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第一個 這個是改變我們對於 山跟海的態度 在以前是說 國家把它頑強 你要申請什麼入山許可嘛 你要做任何事情有海禁嘛 以前是這樣子 所以說國家既然許可你了 國家就要負責任 所以你發生什麼事情 就得國賠 那是一個就是管制的一個思維 那我們現在是翻轉過來啊 就是盡可能的接近 你要去做海上活動 你要去爬山等等 這些都是以開放為原則 甚至連報備都不一定需要 那但是反過來講 你發生什麼事情 對不起 你可能要自己負責 所以我們之後國賠法 會提到立法院 告訴大家說 我們現在翻轉這樣子 一個態度 那這個呢 由海委會用這種 他們有點爭議了 的這樣子一個方式 把它分享給大家 我覺得這是一個 非常成功的一個案例 那之後我們也希望說 我們在山林解禁這部分 也可以有一個類似的 這樣子的一個共同能力 這個idea是您提出的嗎 我們很concent 這是您提出的嗎 還是說 欸其實這是不停的try 因為你知道公文 公部門很多的 是很被動 然後訊息是 可能跑來公文 可能要花一個月時間 你花了多少的力氣去改變 這樣子的 整個逆向操作 你說提出的話 其實台灣並不是最先提出的啊 美國前後兩任總統 都非常擅長的這個操作 那台灣這邊說應該要這樣做 我記得是從2013年的時候 行政院當時還是演考會嘛 那時候就已經提倡說應該要做這樣子的事情 那時候就是包含幾次的大型的群眾運動 像那個外人送統求啊等等 大家都發現說這並不是一個 像以前那樣子的一個組織者 他透過層層的組織去組織起來 而是ptt上面幾個網友 他就有一個共用的一個 我們現在會叫他 一個代號1985 你只要認同這個 你就一起來 欸那是五外人 那所以當這件事情發生的時候 其實郭部門唯一回應的方法 就是跟他比喚 就是一瞬間這個還沒有在流傳的時候 我們就說我們看起來是這樣子 我們也沒有要進幾點 但是我們看起來是這樣 所以如果有誤解的話 可以對話 而不是放話 那你如果是隔了三天五天才回 那人家放話都放完了 回也沒有什麼用了 說真的 所以提倡的話 我記得了 我看到行政院開始有這樣的論述 201314佔領運動之後 當然這個論述就佔了上風 那到了2015年的時候 我已經訓練過大概上千位公務員 做這樣子的工作 那所以我不覺得我是主要的人 也不是第一個提倡者 那在我擔任政務委員之後 我確實是在行政院會上面 應該是2017年3月的時候吧 提出就是所謂的 要公開迅速結構化這三個判準 那因為以前大家的回覆 如果你是開一個記者會 發個新聞稿 它並不真的是公開的 就是大家沒有辦法那麼容易的說 我用LINE啊 我用什麼東西 就把圖卡這樣子傳出去 而且呢 主要的問題是說它不夠快 它通常要等下一天 能夠開記者會的時間 就是六個小時過去了 而且最後就是它並沒有一個 像剛剛講222這種結構 那沒有結構的時候你一大篇文章 難道讀者還要幫你去摘重點在哪裡嗎 所以這三個一定會沒有達成 所以當時就不是很有用 那但是後來是在徐國雄發言人 天政委的那段時間 開始有這樣子的編制 然後Golas發言人 才把剛剛那些角色啊等等 這些都定義下來 所以我們可以說是前後兩任發言人 把這樣子的概念去觀測 那這個概念 我想既不是台灣獨創 但是它的確達到了 令人意想不到的效果 就是公開快速接觸化的效果 那但是因為其實我們比較 討論另外一個點 是比較關注一點點 就是明年的2020年的大學 其實即使現在 或者更早之前 就有很多所謂的假資訊 假意 假新聞 那你有沒有提供 就是你覺得可以 讓民眾有一個非常簡單 除了公布我們提出的 一些東西之外 比如說LINE上層的什麼寓意啊 還有一些東西 你可以這樣提供給大家 他說 我以後可以訂閱什麼 或者說什麼東西是我推薦給你的 你可以參考的 information 對其實LINE自己已經有一個 他們叫做數位當則計畫 那其實你找數位當則計畫 就會看到LINE 甚至還有一個儀表版 去看現在最紅的謠言是什麼等等 那所以這個是可以關注一下 那LINE也有一個官方的 澄清的一個機制 一個官方澄清帳號 你去轉給這個提示 它就會發給所有正在做 事實上的朋友們 那連我們這個趨勢科技 也有一個類似美育營這樣的東西 它只要看到你講了一個 其實已經被澄清了的一件事情 它就會提醒你 所以我想不一定要用 退訂品牌的產品 事實上只要有一個概念 就是說這就跟你收到一封詐騙郵件 它大概不是只寄給你 它很可能寄給所有人 可能上萬人 但是如果你願意當那個主動去回報 你就只要按了那封郵件 然後你按個那個旗子 檢舉為垃圾詐騙的一件 你就等於去捐獻出一個 本來也不是寄給你的信 去告訴國際的這個 當時叫做Smackhouse 我們現在叫做事實查核網絡 這個組織去說 我會多提供你一個三口 讓你們能夠去進行這樣 查核的工作 只要有足夠多人 來進行這樣子的捐獻吧 那這些在社會部門的朋友們 就可以幫助他們去說 好 現在最紅的謠言是這個 我就要花力氣去查證 像台灣事實查核中心 他一旦查證 不只是回到Line上面 也包含像Facebook上 這樣子一個不實訊息 他的傳染力 Facebook就會把它調降 所以視察核中心 只要一公開的說明 什麼東西是假的 其實從他們的角度來看 從Facebook上面幾乎 你就不太看得到了 因為你只要有兩個朋友 Facebook就會給你另外一個朋友的訊息 在你的牆上 本來那個朋友 他的這一篇不實的 已經被檢獻了不實的 就不會給你看了 但這並不是下架了 你去看還是看得到 所以底下就會有一個相關連結 是回到事實查核中心 所以就是了解到有這些資源 並且勇於去舉報 然後捐給我們社會部門 去進行查證 我想這是大家都可以養成一個習慣 再來很多一個是傳統媒體 或是像電視台報紙 然後現在所有的新媒體 像我們自己的新媒體出現 你怎麼樣看新媒體的渲染力 或是它的公正力 因為現在應該說每個媒體 你背後可能都有自己的特定的一個目標 或目標 你怎麼幫助民眾 或是你有什麼看法 可以讓民眾去分析 他該怎麼選擇 對民眾也是個媒體 對啊 就是那個 麥克羅漢不是說嗎 不要考驗媒體 要自己當媒體 那這個 預言成真啦 每個人都是媒體啦 所以 現在即使是 不要說那個開公司 可能要這個世界二十歲啊 現在即使 九歲的 十歲的朋友 他只要有個手機開始直播 他也是YouTuber啊 所以並不是說 好像你要取得什麼證照 你才能夠來經營媒體 現在完全沒有這種事情了 在數位會流的時代 你只要開一個Instagram 開一個FB 開一個YouTube 每一個人都是媒體 所以這個要先兩次 那所有的新媒體我覺得就是 理解到每一個人都是媒體 然後不特別去說 我是這個Institutional Media 我是以這個 我的訂閱者 簡單來講就是 已經認識我的人 為受眾 那或者是會買我的報紙的人 等等等等 新媒體我覺得有個特色 就是說 我們並不預測 我們的讀者是誰 我們做出來的材料 很可能已經經過兩三手的轉傳 可能已經被二創三創了 那到最後他碰到的人 很可能我們完全不認識 也完全不認識我們 那這個跟傳統媒體的運作機制 是非常非常不一樣 但是這個我覺得是 只要你當過直播主 或者是有在網路上面 做任何創作的同仁制 等等的社群 這個是最基本的一個概念嘛 就是 作者權的這件事情 你是已經非常淡化了 我拋磅引玉 我不會說最後那個玉 是我的這些狀態 所以我會覺得說 我們追求的語氣是公正性 在以前直本的時候 你要說左邊的版面 跟右邊的版面一樣大 那個叫平衡報導 或者是說 如果你是代狀節目 你要說正方的秒數 跟反方的秒數一樣多 這個也叫平衡報導 但是在新媒體 沒有這種事情 因為你一定都會被二創三創 所以即使你用盡了心力 做平衡報導 那你這一段那個社群轉了 那一段那個社群轉了 難道到最後等於沒有做 所以就沒有平衡報導這件事情 那取而代之的是什麼呢 取而代之的我覺得 是你要給出一個交代 就是說如果你想從這邊了解更多 我的消息很遠是哪些 我是參考了哪些東西做出來的 我如果在上面有一些我的評論 那是我的 perspective 我的看法 但是我用的這些資料 那盡可能去附上超聯子 那這個其實是維基百科社群 有一個非常好的習慣 就是它數而不做 那它引述都一定要有來源 如果沒有來源 任何人都可以掛一個來源請求 那像這樣子的一些習慣 我覺得才是在網路的時代 大家需要追求的 這個公正性 與其說公正性 不如說是能夠給出交代的這個能力 而不是說好像以一個編輯 去做這樣子一種公正性的 對公正性的balance 主要的原因是因為如果你是直本 你看完左欄 你大概就回去看右欄 但是網路上就沒有什麼事了 但是 诶 證文你入閣滿三年了對不對 快三年了 快三年了 今年第三年了 在整個執行面操作面 或是你的一個理想的打造 你覺得有什麼還沒有完成 或是你想要去更注重推的東西 我在入閣的時候 就有一個月的勞力協商 所以我入閣三個條件 真的很多人知道 一個是說 只要我主持的會議 或者是跟媒體 或者是跟厲害關係人 陳情等等 全部都要公開在網路上 那這個是目前為止 都完全做到了 那第二個是說 我在哪裡辦公都算做辦公 但這個也做到了 所以我們今天在行政院 但是我事實上也可以約在 像仁安路3在99號 社會創新實驗中心 也可以到你們那 不管在那裡 只要連著上網路 那都算是工作 那只是說在台灣 可能三年前有些地方 還不上網路 好像是玉山山頂 但是現在也有 這個10Mbps 也有寬屏 所以連玉山山頂 連東莎 都有寬屏可以用 離島必須 對 全部都可以的時候 其實我們就是達成 那個叫寬屏人權的這個目標 只有這樣子 我的這個第二工作條件 就在哪裡上班 都算上班 物理上才有可能達成之外 而且也才可能達成說 我透過網路這樣子的辦公室 或等等 我不會因為我做這件事情 而無心之中 把一部分的國民 排除在我們的決策程序外面 因為他們沒有快兵網路 對那現在是都有了 所以這個是第二件事情 那第三件事情也是很重要 就是說我的辦公室 其實是從每個部會的志願者 所組成的 所以32個部會 這都可以有32個人 來我的辦公室 我也不下命令給他們 他們部長也不下命令給我 那我做的事情 只是把這些部會 不同的價值 去做一些調和 比如說我們最近 才處理一個案子 是說農委會那邊 覺得說獸醫嘛 他可能要使用一些 目前沒有藥廠 專門幫忙小孩做的藥物 是人藥 但是是安全的 那他們定出了597種 這個安全的 那但是外服部這邊呢 覺得說這是人藥 好像應該由我們的食藥署來管 而且藥事法裡面說 要給藥師嘛 來管 那但這兩個法律 似乎有所禁合 那兩邊有不同的看法 而且有一點互相彩線 那我的工作就會是說 請法務部去做出一個 他們之間各做什麼就合法 然後呢去跟我們的 守衛士工會 去跟我們的鑰匙工會 去跟我們PTT 貓板的版主 去跟我們貓咪野瘋狂 這個Facebook的管理員 去跟我們在公共政策 網路參與平台上面的連署人 那五千多位朋友們 全部都邀到同一個現場 在國家生技研區 非常漂亮的地方在南港 然後呢 大家就坐下來聊 聊聊 咦 最後公司 大家就發現說 原來大家的價值是一樣 雖然立場不同 都是希望能夠安全的 讓藥不會污染打進 讓藥能夠 流向有所控管 但是又能夠讓 這個冒小孩有 可以這個 制定的方法 很容易取得 不管從藥商 還是從藥局等等 所以當大家的這個價值 一確定的話 其實每個部會就 各自知道 各自在做什麼 但是在此之前呢 確實是會有一些 不同步 在這個情況出現 所以我的工作 並不是下個財事 而是說讓大家 有一個好好的 坐下來 聽彼此講話 的這樣子一個機會 當然當天是直播的 所以線上有非常多的朋友 來參與我們的討論 所以大概當時 想要做的這三件事情 我覺得都非常的順利 那他也沒有做完的一天 因為寬品還可以更寬嘛 可以5G嘛 我們各部會 都有開放政府聯絡人喔 那可以深化到 三四幾機關 甚至到所有的六都啊 甚至是其他的縣市啊 所以這些工作 都還是會繼續做 那有沒有什麼 是你覺得 好難去克服的喔 沒有 完全沒有啊 完全沒有 有沒有什麼架不動 沒有 我沒有要做什麼 嗯 我們剛剛這三個原則很簡單 就是如果有人想要一個 創新的集思廣益的方法 他來找我嘛 所以我就像是一個募資平台一樣 就是群眾募資 大家出錢出利嘛 嗯 那你如果你的案子 不想用群眾募資的方法做 你想要去用一般的投資的那個方式 那那很好啊 那我就不知道嘛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我並沒有要推說 所有人都不要去找天使投資人了 都不要A輪B輪了 所有人都在群眾募資 我不是這樣嘛 我不是今天跑去找國防部說 我們有需要去找你 對 所以也不是每個部會 真的都有派人來啦 國防部就沒有嘛 哈哈哈 你有沒有想要去前進國防部 沒有 你是總統執權 哈哈哈 也是啦 欸可是 大家都還沒拿上看看國防部了 你自己不會好奇嗎 不會 所以我在 就是國家機密跟我們有關係 所以 總之呢 我們這樣工作 比如說一年 本來外交部也一直沒有派人來 後來外交部就發現 欸不對 這個非常好 因為外交 它確實有一些 就是怕人知道的部分 但其實更多是怕人不知道的部分 就是在國際上面行銷台灣 讓台灣的形象跟鮮明等等 嗯 這部分不怕人知道啊 它是怕人不知道啊 那這部分 我剛剛講的這些都非常有幫助 所以從吳教協部長上任以來 外交部就 據說排隊要來這個辦公室的 可能已經 就是兩位數啦 那但是我們一次只能有一位志願者嘛 所以外交部就一直跟我們 有很引擎的合作 在最近的作用 在你的 理想當中 你提到的暖食粒這個東西 你可不可以帶就是 再一次的 以一個簡單的方式 讓平關聯的觀眾們知道 你的Idea 你的Idea是什麼 好 首先我想說 台灣Warmtower 這個是一個已經有的 一個 臉書的一個專頁 然後這也不是我想出來的 這個事實上是我去 紐西蘭的時候 住澳克蘭住處的一位朋友 就是我們管處的同仁啦 那他在機場跟我聊了 好像一個多小時吧 是 整個是他的主意 好 那我的貢獻 可能只是說把 Warmtower 暖食粒這件事情 跟我們的永續發展目標 也就是說 聯合國在2015年 去詢問了全世界 大概上百萬人 或者說 你在2030年想要看到 怎麼樣的世界 然後這100萬展天燈 他們透過聯合國的 精密的官僚體系 整理成160折合 彼此之間不互相衝突的 具體可行的事情 然後呢 不管是永續的經濟 環境也好 社會也好 大家都要在2030年去達到 然後分成17項 就是我們影片上面的 這17色環 所以簡單來講 所謂的台灣暖食粒 就是說 台灣非常擅長解決 我們自己的問題 我們不管是透過 循環經濟的方法 來減低空氣水 等等的污染 透過一些精密的儀器 跟材料科學 來讓食物的安全 可以得到確保 整個生產鏈 都有這個數位的科技 去幫忙去監控 那而且 我們也可以在保障人權方面 特別是像我們的 亞洲獨部的 結婚不結音的 這個 同婚通過之後 那我們的這一整套方式 也可以去幫助旁邊 正在爭取這個 就是同時權益的朋友們等等 但是這些以前呢 都不是用 我續發展目標 這17項去編好 所以我們的工作 就是去用這17項 國際共通的語言 告訴全世界 我們已經解決了 我們哪些問題 而且呢 我們很願意分享 你只要碰到類似的問題 不管哪一項 台灣一定有 已經正在解決 或已經解決這個問題的人 那我們的外交體系 就會去幫忙 我們這些 私部門跟社會部門的朋友 到他們的國家 去解決他們的問題 所以這個就是台灣難實力的意思 有一個提供的 比較概化的數字 或是我們解決 幫國際間解決多少的 是 如果我們在聯合國的網站上面去看的話 其實他們都會有很多的report 那好比上說像e-government report 就是去講在SDG16、SDG17上面 國家的自動訊建設 SDG9等等 有哪些可以做得到的 那台灣的數位集會中心 台灣剛剛講公民人權 所以這些至少在跟我們有 就是正式外交關係的友邦 其實他們都會被寫進聯合國的這些報告 所以這個部分 只要看我們國和會 ICDF的網站 你就可以看到非常多 跟SDG扣合這邊的工作 但是呢 除了友邦之外 我們現在叫理念向盡國家嘛 就是 因為一些因素 很想當友邦 但是還不是友邦 的這些國家 還有比如說紐西蘭 紐西蘭的狀況跟我們是非常類似 不管在發展的情況 或者技術的能力等等 那我們跟紐西蘭的合作呢 就體現在 我們每年會有一個總統盃黑客森 總統盃黑客森 每年總統會頒五個獎盃 給五個新的 擁有續發展的方法 解決我們的社會問題的團隊 那都沒有錢 因為裡面都有公務員 不能給公務員錢 但是呢 這個獎盃是一個投影機 你只要一打開 就會投影出總統頒獎給你的畫面 那這個對公務員呢 比錢要有用 因為呢 他的老闆 他的局處長 如果說 我們沒有預算做你這個創新 如果說 需要跨部會的協調 這個太麻煩了 你只要一投影出總統來 就是深處白忙 那你的局處長就 對 我們明天就開會 讓他這件事情實現 因為這個是總統的一個承諾 就是我們會用盡任何的方法 讓他花三個月做出來這個概念 去在接下來一年之內 進入我們的公務體系 等於你的概念 國家房營養 這樣子 那這件事情呢 像去年有一個團隊 是他們在水公司 他們也是用群眾這個爭見的一個方法 中包的方法說 我們現在偵測漏水啊 其實是用人去聽 這些師傅大部分聽的時候都沒有漏水 有花十次的時間 像基隆這個小區啊 他可能從漏水到他被聽到 大概要兩個月 那其實是不經濟的 那後來呢 他們就找到一些民間的一些高手 大家一起花了三個月 做出一個亂業的機器人 這個師傅一醒來 機器人就跟他說 欸師傅你附近這三個地方 這可能漏水啊 可能性百分之七十的 那六十等等 那你就先去聽 所以呢師傅一天跑下來 他一定聽得到有漏水的地方 這個時候他就可以去做 有創造性的 就是解決問題嗎 而不需要去做很容易的 就是發現沒有問題 這個是誰要聽到一樣的一件事情 好那這個呢 因為我們不扣合去發展目標 所以我們就會讓整個世界知道說 欸台灣在這部分有了這樣子一個貢獻 我們就可以說 欸這個師傅本來是手工做的這件事情 從兩個月變成了兩天 那這個是有去發目標裡面的第六點四項 就是Increase Water Use Deficiency 那這個呢 我們只要這個旗號一打出來 我們就會扣合到全世界正在碰到這個問題的朋友 因為他們也是說 我們正在找有去發目標六點四的解決的單位 所以呢就像杜威石禁衛編碼一樣 你只要看到目標六點四 你就馬上知道些需要 所以紐西蘭也需要 那紐西蘭反而不缺水 其後變形開始缺水 他們沒有這樣子的東西 所以這個團隊三個月之後 就被邀去紐西蘭三個月 去解決他們的缺水問題 所以像這樣子的一種 其實也沒有張登檢查 也沒有簽了什麼MOU 但是呢 他們為了做這件事情 必須把他們的血壓 血流量 所有這些關鍵的即使資料 都跟我們台灣的團隊分享 那這樣子一種互信 其實是高過絕大部分 所謂方交國的這種互信的 你必須真的很相信對方 才會一起創造出這樣子的一個AI 一個系統 然後彼此訓練 所以我們有非常多的例子 都是透過資料 來做到這樣子 我們叫資料協作關係嘛 我們每一年像今年的實假 其實都有非常多國際的朋友 有興趣 那在裡面特別是關於公共衛生 因為這一向是台灣的強項 像這個叫初巡隊 他在解決的問題很簡單 就是以癌症來講 台灣80%的癌症患者希望在家裡 能夠閃終 但是最後你去看他在哪裡 過世大概80%都在醫院 所以這個有一個很大的一個落差 那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大家對於長期照顧 尤其是安寧照顧 心裡都會很害怕 不知道說我在藥學上面 我在輔導上面 我在輔助上面 我在輔助上面 我在什麼上面 這個家屬自己 能不能夠擔負這些事情 雖然每一個部分都有專家 可是他們之間 沒有一個系統 去把它連在一起 沒有說像Siri一樣 你問個問題 他馬上就告訴我們 要怎麼解決嘛 那所以這個團隊 就是做這件事情 那這個絕對不是只有台灣有用 那同樣的像影法天使 它也是很重要 就是說有一些高齡的一些長輩 明明政府呢 是有說 你現在住在一個沒有電梯的公寓 而且它已經是可能為老建築了 其實你的生活機能很不方便 但是呢 以前揮福部透過他的這個系統 去可能在禮辦公室貼啊 在哪裡貼啊等等 那十個長輩裡面可能只有一個 直到有這樣子的一件事情 大部分其實它社交圈裡面 其實沒有這樣子的東西的 那從內政部的角度來看呢 雖然他知道 整個屋子的年紀元 那年紀怎麼怎麼之類 可是他並沒有那個長照方面的專業嘛 他也不知道這個訊息是什麼 所以就必須把這兩部位的資料 疊合在一起 然後呢 讓第一線的社政衛生人員 實際去訪市的時候呢 不要請這個長輩從一開始 就是 盤顧開天 盤顧開天 開始講 他就問幾個很關鍵的問題 就知道說 我們能不能夠幫到他 我們怎麼樣能夠幫到他 而且可以回過頭來去 調整整個系統 所以這就有點像是 就是剛剛台水那個漏水人員啊 只是我們社政衛生人員的版本 那所以這個也是 非常重要的一個創新嘛 那像這兩個團隊 我們現在也已經協調了 就是說 應該是在今年聯合國大會 周邊的地方 我就會帶著這兩個團隊 去介紹給所有的 理念相近的國家 甚至理念不相近的國家 甚至理念不相近的國家 反正開放是創新嘛 那就看能不能夠對 全世界一起面臨的這個 高齡化的這個趨勢 去做一些具體的貢獻 那 我們如果幫得到人家的話 人家記得台灣的 就是台灣是溫暖的 而不是說 台灣用什麼方式 殖民啊 打壓啊 什麼之類的 就是金錢 我很想知道是去年 您去過聯合國大會 今年下個月您又要去 你覺得每一年 因為還沒去 但你覺得出去的那個 feedback是怎麼樣的嗎 因為 長久以來就是台灣 只要只要聯合國 就是一個 大家很傷心那件事情 但是 因為去年您成功出幾波了 對 你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在聯合國大會看到一些事情 或是你溝通到 或是談到的東西 其實2015年 我們去發言目標通過 是一個分學年 在2015年以前 那個叫千世年發展目標 MDGS 那個時候呢 簡單來講 以後就把會員目標分成兩邊 一邊叫做已發展 一邊叫做開發中 然後呢 MDG就是說開發中 缺這個缺那個 已開發的 必須給這個給那個 大概就這樣 那這個有一個困難 就是說 它都是政府跟政府 那它跟民間呢 不管私部門 社會部門 都把民間看作夥計 不是夥伴 那所以這個時候呢 台灣完全沒有發言的余地 一方面我們兩邊都沒有被分道 然後 二方面是說 我們即使 因為說我們願意幫忙什麼東西 我們都是別的政府的夥計嘛 那這樣子的話 台灣廠商本來就非常厲害 也不需要我們外交部做什麼 來說真的 好 那所以這個時候呢 我們的幫助就有限 但永續發展目標 跟這個千星年發展目標 最大的不同 就是它所強調的是說 政府沒辦法自己做到這些事情 因為它不再分已開發 為未開發 所有人都要做到這些 所謂的已開發 它也許這些購命做得很好 也許這些購命人權很差 所謂的已開發 它說不定這些做得很好 可是它環境破壞得很厲害 所以 這三個同時達成 就像拼圖一樣 沒有哪一個國家是自己可以把它拼還的 所以這個時候 所有 好比像說 以氣候變遷來講 所有住在沿海地帶 因為氣候變遷快要沒地方住的 這些朋友們 很多時候我們有幫 那這些朋友們呢 它在聯合國就是叫一個 major group 所以它受到這個議題影響 但是它不需要是它的政府代表 也許它的國家地方很大 所以這個議題對這個政府是不重要的議題 因為沒幾票 但是只要它可以證明說 我的居住的地方會被氣候變遷影響 它的發言權在SDG架構裡面 就和國家代表一樣大 所以在這裡呢 我們就不一定需要用會員國的這個身份去加入 我們可以說 我們在某一個議題上面 我們已經有很豐富的經驗 我們以專家的身份 我們以分享者的身份 我們以厲害關係社群的身份 但是我們的發言的席位 我們發言的能力 我們的正當性 我們自己幫活動的能力 所有這些都跟國家代表是相同的 所以這個對台灣是一個非常非常好的機會 也就是為什麼 從那時候開始外交部 就以永續發展目標 當作外交的一個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從我的角度來看 我在聯大的期間 不管做任何事情 或者在聯合國的一些周邊組織 或者是可能有一次在日內網友 有開直播 不小心在媒體知道了 但是其實之前之後都非常多次啊 現在我遠距離參加 只要我的發言是維持在 東西發言目標裡面 只要我一講話 先說我在講幾點幾 就沒有打壓的問題 因為不管誰 PRC也好 都有簽名喔 說我2030年 要讓全世界做到這些事情 所以我只要講的在這個範圍裡面 按照定義 你就不可以打壓我 那大概就是這樣子的一個範圍 所以大家對台灣的想法 就不再是說 好像是我們是很需要大家幫忙 因為無法爭取到MTG的成為國資格 反過來我們很願意幫忙大家 因為大家都沒有辦法自己 拼完這個拼圖 但是這時期上 對不起 台灣都有非常多經驗 就這樣 但是我們另外一個就是 很多人知道我們今天要專訪 所以就丟了很多很多想問 然後主要大家想問 你真的智商180嗎 沒有那是身高啊 不會有人智商跟身高成正比耶 成等比 我想成年人啊 成年人的智商是沒有意義的 真的 因為 因為智商我做過這個 我去智力測驗嘛 成年之後 呃 當然都測不出來 因為160以上是沒有辦法測的 那 這個情況下 我們發現它測什麼的 正背倒背一些東西 轉個什麼 圖形90度之後是哪一個圖形 什麼之類 你甚至不用連上網路 你只要這個iPad 上面過來那個五個軟體 每個人都報表 所以現在智商測的是最沒用的一個東西 就是你有沒有能力用你的App 每個人都有啊 嗯 所以這個時候我覺得這個測驗已經 已經完全的落伍了 你如果是很小的時候 你說你要有什麼教材教法 它是擅長空間 擅長語言 擅長什麼肢體什麼 那個也許還有語言嘛 但是成年人的智商 真的完全沒有 可是你是在 還沒到成年的時候 就被測出180 不是嗎 所以我要講的是說 成年之後到現在 已經18年了 哈哈 小時候的事情就 它有帶給你困擾嗎 因為你知道有時候 嗯 我們這個什麼 生長的環境 畢竟 還是 之前 我們這一輩的 我們這個世代 還是比較傳統 比較公平 但是這麼聰明 然後可能一門天才 在你的成長過程當中 有沒有什麼故事 你可以鼓勵 跟你有相同遭遇的 我想 有網際網路之前 就是 我12歲以前 確實是覺得說 那就好像 我們一個成年人 然後就到 一群小孩子的班級上面上課 對 感受就是這樣子 那 但是有網際網路之後 就沒有這個問題了 因為網際網路上面 你隔著螢幕 根本不知道對方幾歲 所以我可能是四歲 然後我寫個信 去給一個人工智慧的研究者 我說 你這個論文啊 有一些問題啊 我們來商討等等 他反正隔著螢幕 也不知道我幾歲嘛 他就把我當作另外一個研究人員 所以這個時候 智商什麼都不是重點 因為你那個預設 說 十一歲的人應該怎樣 十二歲的人應該怎樣 十四歲的人應該怎樣 因為智商它其實是在講 你相當於幾歲 然後你反過來 從你的實際年齡去除嘛 那但是在 即使是在實體世界 這也沒有什麼意義 比如說如果你五六歲 然後你智商真的一百八 那也只不過是 你有國中生的這個理解率而已 那隨便一個國中生都答應 所以 意思就是說 這真的就是沒有什麼意思 人跟人之間的晉升 就沒有什麼意思 但是到了網際網路上 因為你五六歲 十二三歲 你根本看不出來 都一樣的 那這樣子的情況下 大家關注的就是 我們可以一起做些什麼 而不是 我比起你好多少 這個沒有用 因為網際網路都是open book 你也不知道他是不是 稍微搜尋請 嘗一下才來回答你 所以這樣子的情況下 反而大家是專注在 彼此共通的價值上 而不是在彼此好像 放到同一回到 去比較上 所以我可以說 只要有網際網路的情況下 不管你的關注在偏門 你覺得旁邊的人 跟你的想法在不一樣等等 即使你感興趣的是 萬分之一的人 才感興趣的 而在台灣也有 兩千三百個人感興趣 所以只要一上網 就可以找到兩千個人的社群 就加入了 可是我們小時候成長 還沒有網際網路 因為好像是我們大學 很高 你可能是零高中 我是十二層 我沒有人高中 對對對 那時候為什麼 是為什麼決定 或是什麼樣的事情 因為大家都想知道 到底是為什麼想要錯數 對 而且還是黑數 因為校長幫我們 也是教育主 對 而且我可以就是說 我了解到這個政府 有在關心人民 就是從那個時候開始 因為從我變成 載學的黑數之後 大概從我理論上 應該要國三畢業 但是沒有開始 我就會一直接到一些傳單 說要不要去像什麼 子測會 這個學一些Word 什麼東西 至少有一個一季之長 什麼之類的 表示我這種高度被關懷 就是希望不要這個 被黑道掌控等等的這些 這個失學的 錯學的這個 特殊的program 所以這個 我就真的只滿一步的 在做事 但是anyway 我要講的是說 為什麼十四歲的時候 會錯學 是因為我做了這個 幾個中小學科展的題目 然後做題目的過程 裡面當然就會要查資料 那查資料 文一的時候 忘記網路 還沒有那麼猛猛 到了國二的時候 群手諮詢網就流行了 所以我國二的那個課程 可以說幾乎都是用 群手諮詢網上面的材料 去跟研究者 進行研究 那後來呢 我就 課程當然就去國第一 然後就跑去跟校長說 欸校長啊 你跟我說 我拿到這個保送資格 好像有點用 說這個我念了高中 念了大學 考了GRE 什麼東西 就可以去我喜歡的那個 研究者的研究室 當個Postdoc 然後就可以跟他一起發論文 那可是呢 我就發現網路上 就已經有這樣一個網站 叫Archive 這位朋友的論文 也都PO在上面 對上BTS 只是PO的不是廢文 是論文 然後論文 也很歡迎大家批評指教推文 這個文化都一樣的 那所以我就推文啊 我就回文啊 那這個研究者也就真的跟我開始一起寫作品嘛 所以校長說要花十年做的事情 我今天就做到了 那這樣的話 比如我還在學校 有什麼意義呢 請教一下校長 然後校長就想了大概一分多準 多了一篇校長 會這樣多重 他說 你一定不用來了 然後我會幫你買這教育局 因為當時只有不去上學還要罰款的 所以可以說是完全是在那一個 那時刻 我對官僚體系的彈性的樂觀程度 就到了最高 也沒有再瞎講過 我就覺得說 只要你把道理講清楚 這個官僚體系是非常的彈性 那跟您實際現在真的接觸了官僚體系來講 確實啊 確實是這樣 因為會來找我的 大概就是要創新的 如果 想要改革了嗎 對啊 如果不是要創新不會來找我 我們辦公室名字就叫 就是PIDES 公共數位創新空間 你不知道創新幹嘛找我 那你只要願意創新的人 創新在公部門裡面 大概有三個問題 一個就是說 一個人的創新可能造成其他人的負擔 好比像說之前有過一個創新說 你這個辦護照啊 然後要做什麼出國簽證啊 什麼你一定要跑兩個地方 就是移民署跟護身事務所 那有人發明了一個 你在護身事務所辦就好了 移民署那邊呢 我們自動幫你處理 可是他做法其實是讓我們其他的公務員 去幫你靠這個流程 所以 人民省了一小時的時間 公務員這個多花了一小時的時間 大家沒賺沒賠 看起來是很便宜 但是實際上你就壓縮到 別他做別的事情的這個時間 那以前這個壓縮還有一個緩衝區 叫做替代儀 那擔心了沒有 所以呢這個馬上你就影響到你的其他同事的這個做事的方法 所以第一個你可能造成別的負擔 那第二個呢你可能這個創新會失敗 那失敗的話呢 好不像我剛剛說 用機器學習偵測漏水 說不定過了三個月發現他的準確率是負的 沒有漏水法來跟你講 創新總有這個可能 所以你就是在幫你的長官創造風險 因為他就會被叫去立法院 所以呢你可能會幫長官創造風險 這是第二件事情 那除了造成負擔跟造成風險之外 還有一個最不幸的狀況 所以創新也很成功 也沒有負擔也沒有風險 都很棒 但是被收割了 就是說那就大家都覺得 那實力是同風發明的 其實不是嘛 是我們奧克蘭辦事處的這個同仁嘛 對那這個是很難免的一個事情 因為大家能夠記得人民有限 所以就大家都覺得這個周文王做了很多事情 就是這個概念 好那所以沒有 due credit 所以如果你這三個放在一起 那就是一個就是有功無少 打破要賠的這樣子的一個情況 所以呢願意創新那是非常大的勇氣 是有那種舍身為人的那種理念 才會要在公務門裡面創新 所以我的工作大概就是說 第一個我幫他吸收風險 像總統美利克總統如果失敗了 他就說沒有 這是民間朋友們的提案嘛 本科配合辦理嘛 辦理完其實都他寫的 但是本科配合辦理嘛 辦理如果失敗了 那就失敗了沒有什麼關係 就一個我駕馭的活動嘛 好所以沒有風險 他長官也沒有風險 那第二個呢 我們幫他省力氣 就是說如果他做到這件事情的時候呢 會浪費其他人的力氣 我們幫他去召集會被影響到的人 然後一起來開一個協作會議 確保說這件事情沒有是把你的工作轉嫁到別人的身上 我們只會轉嫁到一個就是人工智慧身上 那另外一個就是群眾智慧身上 那這兩個本來就在那邊 也沒有轉嫁的問題 但是不會在公務門裡面彼此互相推皮球 那這我可以幫他召集 那第三個呢 因為我們都有主資稿 我們也都有印象記錄 最後真的這個公開了非常棒 那我一定是在簡報裡是放他的名字 他的頭像 是讓大家知道這個非常棒 是他的對名非常棒 就像我剛才介紹給你們看那些對名是一樣的道理 所以這個時候呢 他的credit就不會被我強調 那我去聯大的時候我也不會代表他 我是邀請他們一起去 那這個時候他們當然這個臉上有光 所以在這樣子的環境底下 創新他自然就會發生 這是一個正面的feedback 我可以先回到慢慢先回到那個兒時自學那一段 因為你知道我有遇到過一些家長 是 他說覺得他小孩不適合現在所謂的傳統框架 是 甚至像一些導演的小孩 然後在家自學 那時候你措學之後 你有措學什麼自學 或是你可以提供一些教育的理念 然後分享的這些爸媽或長輩嗎 當然 我們當然台灣已經跟我當年不一樣了 現在不但你這個在家自學不會被訪還 甚至你還享有完全相同的這個權利嘛 然後而且就跟你相同年紀的權利 以前什麼同內學歷還有等兩年只能考啊 現在都是歧視嘛 這個都已經收掉了 所以我們現在可以有10%的學生 以實驗教育的方法 不管是機構的工學團體的個人的 來做一個跟我們課綱不一樣的這樣一個嘗試 那台灣退實驗教育退了這麼多年 我們在做課綱就是課程發展的時候 我們就是看所有這些實驗教育 就像總統梅西克松英雅 都不是都成功的 100多隊也不是都做出這麼棒的作品啊 所以也許有一些國外的教科教法理念 他在台灣這個時候還沒有到 那實驗教育的好處就是 就是當年自願的嘛 所以你幫大家付了學費嘛 我們知道這些套在台灣就不太work嘛 所以我們在做冠型教育 就是國民教育的課綱的時候 我們是參考了從有實驗教育以來 這麼多年 大概接近10年左右的 所有的這些教育教法案例 把裡面可取的 直接變成我們的課綱的一部分 就像素養導向 而不是競爭力的導向 我們終於把core competency 終於翻成核心素養啊 不要翻成核心競爭力啊 這個其實是當年翻錯 是一個錯誤的翻譯 competency跟contactiveness 一點關係沒有 不知道為什麼有人翻成競爭力 然後大家就開始追求競爭力 這是教育界的一個災難 所以我們現在就用這個課綱的時間 把實驗教育裡面強調 這些自發互動不好的 都拿到我們課綱裡 而且實驗教育裡面證明不太work的 那我們就不放到課綱裡面 所以一個就是說要了解到 現在如果你是進入實驗教育 你不是體制外 你就是體制的一部分 因為這個體制是包含實驗研究的這一軌 跟課綱冠型教育這一軌 而且在新課綱推出之後 也不需要什麼第八節課 也不需要什麼社團 這個學校只要覺得哪一個實驗的哪一部分好 就說這個是我們校本課程 這個是我們學校的必修 校定必修 我們的校定選校 我們的加深加廣 它就可以跟實驗教育有一個很自然的一個情節 所以就是這是一個光譜 你如果覺得這個新課綱還不適合你的小孩 那你可以說我一個禮拜有幾天到不同的場域去學習 反過來講 如果你已經申請了在家自學等等 但是你覺得這個學校的資源很好 你也可以合法的去使用這個學校的資源 所以不要再有一種好像一邊雞蛋一邊圍牆什麼東西的這個情況 這個圍牆已經拆了 所以這個時候就是你要把你的學習當作重點 你的興趣當作重點 然後所有的從我們最體制裡面的這些教育系統 到在中間的像社區大學 到最旁邊的像共學的團體等等 這些都是你的資源 然後這種照片去看 教育理念是理念 但是跟我們現在真的實際在生活當中遇到的爸媽的 他們每天都要哄 我這個月要補什麼 下個月要補什麼 你有沒有什麼這些建議要給他們 他們是不是可以不要那麼的盲從 因為你知道像小孩 好就是譬如以我們身邊的例子 我現在小孩可能四點下課 那我也是我可能六點七點才下課啊 那我是有一段時間小孩就背不了去補習班 以制那個教育裡面跟體質 但是跟實際上人民的生活是不... 不...因為我們新課 satu還沒有上課 還有四點嘛 六四點 那可以先幫我們透露一下重點嗎 是,是,當然可以 當然可以 你找這個伊皿 awful髒課 後就會找到很多 我不需要我來背書啦 但是簡單來講就是說 因為課カ每年都在調整 沒有,10年才調一次 但是我的意思是說就是 就是教育部可能發佈了 然後可能有些 譬如說我的數學要怎麼教 我的什麼要教 那是每個領域的教在教訪 對 然後就會讓家長 其實有很多次 我可以透露一下 就是說以前的課綱是所謂的 剛進課綱 就是學校都是教育部的執行單位 大家只有怎麼執行的這個權利 大家沒有執行什麼的選擇權 但是新的課綱叫做柔性課綱 就是說你只要達成這些資料就好 至於你要怎麼達成 你要開一個哲學專班 你要開一個電競專班 說真的那是這個學校的自由 所以學校的課發會的角色變強了 而教育部這邊課發會的角色變弱了 我們只要確定這個學校 給得出一個交代 說我用電競當作這個 特色 但是來這邊的電競的愛好者 還是可以從我們電競替代理的 老師們身上 這個學習到做人處事的道理 怎麼樣子這個不要誤導你的粉絲 不要當壞板的榜樣 怎麼樣子去表演藝術 這個媒體製作 後製 這個所有這些東西都要了解 那等於是從他對電競的興趣 慢慢就變成了搖耳運動員精神 等等這種團隊的能力 所以只要他講得出這一套 大概都講得出來了 那我們就說 那你就以電競作為一個特色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家長越去了解 他們附近的學校的課發會 目前到底在做什麼事情 甚至去了解說 旁邊的一些本來就在做的社群造 本來就在做甚至是一些倡議的一些團體 他們打算怎麼樣融入中小學的這些課發會的教材招法 家長越參與就越不會爬 因為第一個 你知道是不是你的小孩的興趣 所以當學校 尤其到了高中什麼都選修了的時候 那你就不會慌 因為大家在大學第一次選修的時候 有時候也算很慌 那我們現在把這個慌的調到高二吧 提前慌 對對對 提前慌 對 那這個時候 你如果先知道那些選項是從何而來 為何而來 你就比較不會慌這件事 那第二件事情說 你如果參與的越多 你的想法 你的焦慮等等 就越能夠化成你能夠貢獻的股份 就是當每個家長都有自己的人賣網絡 那既然我們都已經開放說 這些業師 這些前輩 這些朋友們 都可以來學校 直接用學校的場地 來做選修或加身加工等等的課程 那家長自己如果是某個領域的專家 或者他認識他老闆 他的客戶等等 就是某個領域的這個專業者 那他就引接這個變成學校的資源來了 那這樣子的情況下 那家長就會覺得說 那即使這個四點到六點這個學生 還在學校 但是他也不是在補習 也不是在地馬堂課 也不是在怎麼樣 他是在我認識的這個人脈網絡裡面 去學習到 我也覺得值得作為模範的 這些在地的朋友們 給小孩的這個關心 而且如果他從國小一路到高中都在 那他大學大概就會選一些 對他的家鄉有用的一些事情 不會像很多的朋友們 在以前的那個課綱的時候 他到大學就選一個 跟他家鄉一點關心沒有的 然後學完之後就外流了 那就造成人口解或通夢化等等 而且他想要返鄉 還會覺得說 有長輩我都不認識 那我到底怎麼返鄉這樣 那我們在新課上就是要避免知道的情況 就是未來要公布的課綱的重點嗎 對已經公布了 我們就9月1號 9月1號開始 但是我比較好奇的是 那您自學呢 那一段12歲以後 嗯 措學 就是 對 措學沒錯 就是校長能夠認同你 就不要來學校上課之後 你用什麼樣的方式 除了Internet之外 你用什麼樣的東西 你去看什麼東西 然後你去自學了什麼東西 是 其實我就去創業了 我其實 小學不到一年吧 就 就去創業了 那創業當時就是 DOTCOM的一個早期嘛 什麼題目都可以賣 所以 那個時候 我一開始做的題目 就是搜尋一起 然後 之後就是線上拍賣 然後 之後就是 我們現在會叫做 Social Network 當時 Social Media 當時還沒有這個字嘛 那 然後 就是線上社群的經營嘛 然後 等等等等 那 所以 所有這些產品的開發 都讓我了解到 資訊技術本身是不足夠的 因為我沒有足夠的能力去理解 為什麼在網路上面 我們加個拍賣平台 大家一瞬間就相信彼此 你到現場的一般的拍賣 你都要做很多身家調查 對不對 你要跟他吃過很多次飯 你才相信 托付你的東西給他賣 那為什麼到了網路上 就 大家好像一個關鍵字對了 彼此就非常相信 這個到底是什麼概念 所以這個時候我才會對像 諮詢社會學等等 產生興趣 如果是我沒有創業的話 我就沒有辦法觀察到這些現象 沒有辦法到這些現象 也無法引發我的興趣 所以我一旦有這樣的興趣之後 我就去大學房間了 那所以我碰到什麼狀況 我現在需要管理學知識了 我現在需要國貿的知識了 我現在需要什麼知識了 我就回去去找這個附近的大學的課 然後去上 那老師們都對我還算這個容忍 那主要原因就是因為 我也不會干擾他們的課堂 而且我也沒有考試的這個壓力 跟學分什麼都沒有關係 所以呢 有些比較人文的一些課程 因為老師要的是 有人跟他觀點不同嘛 能夠有所切磋討論嘛 所以我到最後都跑去 就是可能研究所以上的這種討論課 因為這個時候老師不怕你來提管 那我如果在通識課上面 一直問問題就是另外一回事 就變問題學生了 就變成問題學生了 這個不能解決問題就要被解決了 那但是在研究室裡面沒有這個問題 那所以也認識了很多教授朋友 那甚至他們會願意跟我約一下 Office Hour 他們本來提供給研究生的 然後再一個時段 那就給我們一個禮拜四十分鐘 我就可以去跟他分享我的研究的進度啊 等等 所以接下來大概就是跟教授 是一個比較平起同坐 我是一個創業者 那但是他們有他們的理論訓練 他們的想法可以讓我在市場上實現 但是我這邊呢 我如果沒有這個理論基礎 還瞭解我在看到什麼 所以就變成像EMBA那樣子的狀態了 但是你的實務經驗對他們也生到有幫助啊 當然啦 因為這個網際網路是 當時這個應用 是從少數研究者用 突然變全民都在用 所以我這邊收集到的一些想法 一些發生的事情 對他們來講 他們發展他們理論的時候 才有很紮實的證據 去證明他們的理論 但是你曾經有個紀錄喔 我不知道正不正確是有人說 你曾經是一個人同時 扣滿了200個專案 嗯 真的有這樣的數字嗎 就越來越多啦 是怎麼做到的 或是你怎麼去切割你的重點 或是你有分身嗎 嗯 對 因為 那不是小說裡才有分身 沒有 因為像譬如說 我們很多一些粉絲小編 或是甚至是那個網站的管理者 他們都會有接到你 直接跟他們對話 對 但是因為你這麼忙 你每天要接受不同的 好公部門的補品 我們的媒體的補品 然後你還要到去各國分享 台灣人經驗 那你是自有寫程式嗎 大家想問這個 每天都還是寫程式 寫程式 所以譬如說來講是你先 有一個人對你的議題有興趣 然後你catch到了 但是你用機器人去回覆他嗎 沒有我都是親自回 我沒有小標 親自回喔 當然 你如果在Facebook上面 看到我給你資訊 或者是最近好像有回一個 什麼麻生理工學院的一個研究 說這個 如果只是錫波紙包住頭的話 這個電磁波 不但無法阻擋 有些波段還會放大 那像這些都是我本人 都是你本人 對 因為我並不是一個臉書專業 當時那個Facebook 要我弄一個page的時候 我就說可以給我一個 讓狗狗的一個page 等等 我就問他兩個問題 一個是說 人家在群組裡聊天 像這個法里白話文 後面有討論群組嗎 在群組聊天 那我能不能夠去回 其實page 是不能回group的 這是臉書一個限制 那第二個是說 如果是一個媒體 它底下有那個開放臉書的留言板 那我能不能夠去回 也不行 因為它只有個人 它那個地方只有profile可以回 那所以呢 我設一個page 顯然是沒有什麼效益的 因為我要的是直接對話 不是說放話 page就拿來放話的嘛 你就是只顧講 不顧聽嘛 那有空再回一回嘛 對 那但是一個profile 才能夠真的去進行對話 所以我就跟他說 我要profile 然後他當時臉書就說 沒有這個先例 政治人物都是page 沒有什麼profile 對 那我就說 不會啊 你們家那個zuck 就有他們的老闆 祝科寶也沒有page 他就是一個profile 那你敢說他不是正式人物 他絕對是正式人物 所以 總之 總之他們就說 好了那就這樣 所以我後來就有一個 名字就叫數位政委 的一個跟我以前的臉書帳號 完全切開的一個 藍勾勾的帳號 那那個因為是profile 而不是page 所以它不能多人共管 所以你看到就一定是我寫的 但是有更多人想問是 所以你寫了一個系統 所謂有沒有用監控網路 那就是臉書的搜尋功能 那你有寫到任何想要 或是已經在執行的程式 是因為大家會覺得說 你是不是寫了一個很強的程式 然後都想說 就是說網路不管是fb 你剛剛只是focus在fb 對 但是在什麼ptp 或者很多只要在原則上網 記得 ptp我是用google找的 哦 那也不是人家寫好 叫google alert 這個誰都可以用的 所以你自己有開發一套程式 沒有 是現成的 現成的 就是你到google 然後找這個關鍵字提醒 應該是這個字吧 或google alert 你就可以訂關鍵字去訂閱 那所以只要google每天就會寫信給我 說誰有提到談論啊 誰有提到開發政策啊 誰有提到什麼 對 然後如果我需要及時的去看一下 我就用google搜尋 然後限制在最近二四小時嘛 或最近一小時嘛 這都現成的功能 你不用寫程式也可以做得到 這一個 那臉書也是一樣 好比像我今天如果關心 台灣暖時力 那我就找台灣暖時力 facebook左上角 這個搜尋嘛 那搜尋的話 它預設是按照重要性排序 而不是按照時間排序嘛 那你只要把他網址的那個 搜尋後面改成latest 其實他左上角還有一個 改成最近的那個條方向嘛 那之後你就把那一頁書籤定起來 那你以後只要重新更新那一頁 臉書開地球 有人提到那些關鍵字 你馬上就看到了 所以這些都不用寫程式 這都人家軟體內建 因為大家就覺得你像是一個大神一樣 所以就逼著我一定要問這個 就是有求必定的這個意思 對 因為一個人一天只有24小時 對啊 所以你不可能不休息啊 我知道你在抓狂腦睡 但是大家好像怎麼可能 唐鳳親自回我耶 那種感覺 因為我工作是這樣 就是我連續工作個55分鐘 或有時候25分鐘 我就會休息個5分鐘 這不是我發明 這叫番茄中工作坊 很多人都能用 那所以我就是那5分鐘 沒事去看一下 說網路上現在又省什麼綠波 什麼綠波紙什麼東西了 對 那就是我的消遣而已 那如果我 當暴走 對 我如果看到了 覺得我馬上回是有貢獻的 像說有人做過實驗怎麼用啊 那我就馬上回一下 所以大家就會發現說 其實我也不是立刻回 我都是半小時或一小時 的間隔在會 因為我大部分時間是在專心的 我就是花5分鐘放鬆而已 那但是半小時其實也很快 所以大家就會養成一個習慣 好像說有人在Twitter上面 專門召喚我來打愛心 他根本沒有要我回什麼東西 他就說這個請唐鳳正偉打戲 那我過了半小時看到就打客席 就這樣 這種也是一種要消遣 可是大家真的覺得你有求必應 但是最後一題 因為大家後來覺得說 因為因為知道您非常的 無所不知 然後 然後時間又 然後時間又 對 應該說你有善加利用這些 所謂現代工具 但是又覺得您講話的非常有 不會太用很扣 有些會扣得很艱深很負面 然後可能就糊弄一片東西 但是經過到目前為止訪談 我們都聽得懂 然後重點是 我們看過所謂 你幾乎沒有 你幾乎沒有什麼個人情緒 然後大家覺得你是自帶In a Peace 還是你自己的 在身心 或是在整個情緒的內斂 你有沒有什麼都可以 或方法建議給大家 因為有時候 你很容易工作一件事情 啪 會被激怒 對 你有沒有一些建議給大家 其實簡單來講就是 如果有情緒 不要把那個情緒當成自己 就好 我們通常一個人生氣 那如果他悶著 那當然就越來越生氣 一定的 但是如果你能夠把這個 提氣呢 憤怒呢 改成說 那我如果做了什麼改變 我以後就不會碰到這種不公益的情況 我就可以不用再生氣了 那這個時候他就變成一種創造型的味道 所以為什麼在社群媒體上面 往往就是像這樣子的東西 它會非常有傳染力 就是因為大家可能都生過這種氣 但是呢有人現在提出一個訴求 好比像說軍中不應該黑箱軍閥什麼東西的 那大家可能當兵的時候 或者家人當兵的時候都受過這種氣 然後呢就會很想要打985 那所以呢你就挑一個梗 然後就把它叫做1985 那25萬人就上街頭了 那這個時候你就不用生氣了 因為那個憤怒 它已經變成同仇抵抗 outreach 那你只要有outreach這個狀態 其實大家被召喚出來 要問的就是 那我們怎麼樣避免這種事情在發生 那你到這個情況的時候 你就很peace 因為這已經不是你的事情了 這是整個社會一起關注的事情 所以呢 一個人生氣是你的生悶氣 但是呢 當你把它轉化成大家都可以形容事情的時候 你就那個氣就消了 因為那個氣不是你了 它是你外面的東西 你外面的東西才能變成我們叫做social object 就是大家都可以貢獻的一個主題 但是如果你只是一個人的情緒 而沒有改變成這種social object的話 那就只能跟朋友訴苦啊或什麼之類 所以有時候就越速越猴啊 所以還是要去把它想到一個創造的部分 創造的部分 這個idea真的很不錯耶 但是應該說 在有些人會借用透過宗教 透過心理學 然後或是人會打坐 那您自己呢 你有什麼一個熟悉啊 創作 就創作 不停的創作 對 就是把問題解決掉就對了 或者把問題做成一個大家都可以陪著我跟他相處的一個形狀 其實問題有時候是結構性的 結構性的意思就是說 誰一個人做任何事都沒辦法解決 必須大家一起做一件事情 才能夠解決 因為如果我單邊可以解決 早就解決了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在資訊科學上面 常常會碰到說 我們就好像說爬山 你想要爬到這個最高的山 但是呢 你在中間呢 你爬了一個比較小的山 那你都已經到山頂了 這個你得先下山 然後才能夠爬到更高的那個山 因為沒有攬車嘛 沒有辦法直通上去 那這個時候這個下山的過程是最困難的 因為你已經有那個build up 我花了這麼多力氣去去攻克這個東西 攻克這個問題的一部分 但是我卻了解到說 這只是結構性的 我攻克這個部分其實一點用沒有 要所有人都能夠理解到這個圈圖 那這個時候呢 我覺得不要去想說 你已經花了多少的力氣 然後浪費掉 因為這個就是自願自愛吧 自願自癒 對 然後呢 那而是說 我把我擺走的這一段路 我把它分享出來 我寫一個postmortem 就是說我試過這個一百種 做電燈泡的材料都不問了嘛 那那第一個大家不用浪費時間再去使這些材料 那第二個大家就可以去看那個問題 到底是什麼 而不是說 重蹈我們的這個輔測 那這個時候其實如果創業者做這件事情 他在整個創業圈的民生是增加的 就是為什麼台灣有很多什麼搞雜誌夜啊 什麼失敗的分享會啊 什麼之類之類的 因為你願意分享別人就學到嘛 不會失敗嘛 不會這樣失敗啊 會別樣失敗 所以你對社群就有所貢獻 那對社群既然有所貢獻 其實失敗好像也就是在幫大家一個忙 對 所以這個時候同樣的就跟剛剛說 把憤怒的這種情緒 變成大家可以創造的物件 你也可以把挫折的情緒 變成那我幫大家節省了力氣 你求什麼事情因為讓你動怒過嗎 非常多啊 非常多 對 那你有休了 你有讓他 讓他 你會讓旁邊人察覺到你在憤怒嗎 會啊 會啊 譬如說什麼事情 譬如說什麼事情 其實有很多像 因為我學資訊的人 我看到一個網站 或者是一個操作經驗 浪費人的時間 而且也沒有節省別人的時間 這個時候我會有情緒 所以像 兩年前 五月在報稅的時候 如果你不信用的是蘋果的 或Linux的電腦 那你就會看到一個 原件安裝中請稍後 然後等了三個小時 什麼事情都還沒發生的那樣的畫面 因為這個用的一個技術呢 是叫做Java Applet 這個技術那一年 被Oracle這家公司呢 給不建議使用了 所以呢 這個談初始視窗就看不到 看不到就 據說有一些立委們 就真的等了三個小時 什麼事都沒有發生 隔天質詢的時候 就有一些情緒 那所以呢 而且 五月以後又搭三次了 這都是2017年的事情 那所以 你說我自己用的時候 有沒有情緒都有情緒 我發現我 我也收買了 我也撞到同一堵牆 那這個 大家會不會覺得說 這個情緒是有建設性的呢 這個問題就是說 我想問的是 全台灣到底有多少人跟我一樣 在分的 那很快我們就知道了 非常非常多人 成千上萬人 然後 我們的連署平臺 就有一位卓志勇 他是一位設計師 他就提案說 爆血軟體難用到爆炸 這其實不是什麼提案了 也沒有什麼點子了 這就負能量了 那他的內文是純粹的分別 然後我 那時候一看到 底下已經一片留言 八九成都是在說 財政部長下台 官貿網路 官商勾結 然後 很多不開入門 驚嘆豪言很多 那只有 這個 一成多還在說 文明的spot很順 怎麼沒有理藏 都在罵財政部 但是呢 因為財政部有開放政府聯絡人 我們的朋友可以立刻上去說 你在這邊只要罵財政部 給我們批評指教的朋友 就自動獲得一張入場券 請你下個月 不要下個月 兩個禮拜之後 來財政部我們一起做一個更好的訊息 然後我就馬上在底下推文 我很高興 不是只有我憤怒 我就馬上在底下推文說 我是當楓 他講的真的 明白嗎 那所以 從那個時候開始 到我們真的開了一些做會議 其實風向已經倒轉 八成的朋友都在提建設行為意見 只有不到兩成還在說財政部長下台 已經越來越開了 所以 這裡的意思就是說 其實會炒並不是要糖吃 會炒它是有一些不公義的一個情況 他是想要進廚房去炒糖吃 口部的炒 變成火部的炒的時候 大家就會開始想 而且我們見面三分前 我們把被罵的罪凶的那些公務員啊 外貌網路都要到現場 其實你見到他一起喝點飲料 你也放不出口 拿不出口 對 所以好 算了 我們換一個東西以後更好 那所以當然我們後來爆炒的經驗 就非常非常好的 98%的朋友都非常的滿意 另外兩個可能不想買盧卡基 結果我們明年也有辦法 但是無論如何 我想的是說 大家就會有一種 因為同仇離開 而且這個仇人不是財政部長 也不是Oracle 這個仇人是舊的那個報稅體驗 然後我們就一起打倒他 一起做一個更好的 那只要有這樣子的一個設計 我一開始報稅的那個憤怒 不但不會嚇到我的同事 事實上會引發他們同樣的這種反應 大家都很願意 甚至是加班 去把一件東西把它給到 謝謝 謝謝鄭文 有沒有什麼要 有 我有 充了 鐵粉 其實沒問題 鐵粉表示 是的 那個其實 呃 就是今天這樣一路聽一下 我覺得就是有還蠻多的收穫 但我一直在想一件事 就是說 你剛剛有提到結構 我覺得 對立這件事情 我覺得它是結構的 因為 比方說像你剛剛提到 貓小孩的那個藥的這個部分 我有經歷到 因為我帶 我的貓生病 我帶牠去 那我剛好看到就是 從醫院都有貼這個連署的這件事情 那牠居然就被這樣解決了 可是我就常常在看到那個 那個公共政策網路連署平台 其實很多時候 連署上去的東西 牠不見得是跟進步價值 或者是跟目前的政策是符合的 那牠有沒有被連署到 當然牠連署到了一定的門檻 我知道政府一定要回應 一定要回應 其實牠要把我們市區改成加久 我們也可以回應 對對對 那只要沒有 那當然是另外一回事 可是比方說 比方說像 你覺得 互加盟跟同志團體 他們有辦法坐下來好好的聊嗎 我覺得這真的很難 我們有開過協作會議 但是 我們這個張首宇老師 以及班旅盟的兩位朋友 真的坐下來好好談 我們那時候談的題目是 單身的女性 應不應該有人工生殖法的使用權 那台灣目前是沒有 那很多朋友認為應該有 也有另外一些朋友覺得說 那是不是鼓勵單親家庭 因為幾乎按照定義 這就是單親家庭 對 那這跟同婚其實關係不大 對 這是兩回事 但是對這件事情 其實 護家公跟班旅公也各有各的想法 所以他們就很願意出席 但是我覺得 之所以沒有翻出 當然一方面我們先討論技術的設計 但二方面是說 因為這個案子的厲害關係人 還沒有出聲 所以其實大家都不是為了自己 在爭取權利 大家是為了下一代 在爭取權利 而且這個下一代 也不是一個模擬的一個情況 而是說 如果我們今天這個法律修改了 那馬上就會有這樣子的朋友的情況 所以它第一個夠具體 第二個 在場都不是真正的厲害關係人 那這兩個同時發生的時候 就是應該是羅爾斯吧 有提出來說這個 overlapping consensus 就是說我們先不管意識形態 我們就這個個案 大家有沒有可能達到一些共同的理解 所以大家有一個共同價值其實 就是希望讓社會 而不是這個母親 來吸收這個社會成本 希望讓社會對這樣子的家庭 是相當程度的友善 希望不要就是所謂心理主流化嘛 就是不要說 因為你很弱勢 你很可憐 你很怎麼樣 而說它需要什麼資源 社會自然去提供這樣子的資源 那在這個就是 已經不是特別exceptional 就是不是有別與人 在這樣一個情況的環境下 那雙方很多方都承認說 這樣子的時候 我們說那讓小孩誕生在家庭裡面 那就是社會的一部分而已 但是顯然的我們現在還沒有到這個情況 很多的擔心家庭 其實從社會上面 當然也有獲得一些支持 但是也有獲得一些 比較不是支持的一些東西嘛 所以我們還沒有到那個理想的情況 所以這個討論就是 一旦確立了共同價值 我們可以做什麼改變 讓這個社會慢慢到這個情況 那如果到這個情況 其實不管你是伴侶農也好 互相農也好 沒有人反對 如果到那個情況的話 大家之所以有不同的想法 只是因為對社會怎麼到那個情況 有些不同的見解嘛 所以我們就可以開始集思廣義 那我舉這個例子就是說 其實我覺得大家之最不能夠做下來看 往往是因為對於一件事情的見解 大家雖然字面上一樣 但是腦裡有完全不同的腦補 那腦補是橫補 但是大概都是錯的 所以舉一個例子 像之前公投 那有一案是這個對於婚姻的民法婚姻等等的那一案 那其實很多人是進了投票所才開始看那個主論 而且所以就翻白上了 那這個問題也解決了 然後那在看的時候 如果是年紀比我長的朋友們 那就是他們自己的婚姻或他們朋友的婚姻 都是在2007年以前發生 他們想到的婚姻就是社會儀式 因為當年是儀式婚 就是你只要辦了婚禮你就結婚了 登不登記隨便 就好像小孩生了就是生了嘛 你登不登記難道小孩不存在嗎 這是儀式婚 表示它是社會部門的行為 但是如果是年紀跟我一樣或者是比我在年輕的 那大家對婚姻的想像都是登記文嘛 2008年以後 那就是有點像是不動產買賣嘛 那我們就簽了契約就生效嘛 你沒簽契約你就算住進去也不生效 那所以這兩個其實是兩個完全不同的行為 一個是社會部門的行為 一個是公部門的行為 但是很不幸的都叫婚姻 所以這個時候其實雙方吵的時候 根本不在講同一件事 一邊在講的是這個 十六種不同的親屬稱謂 到底要怎麼樣處理 這個是很大的挑戰 那 八八一八八八 複一複二 就是很多很多 對對對 那對 什麼兒序啊 這個女婿啊 什麼之類的 對 這邊關係 因為它社會行為嘛 年齡要處理的是那個社會接續嘛 但是婚姻裡面因的部分嘛 對 但是其實這邊在爭取的這些朋友們 他們爭取的是權利義務啊 是 是婚姻裡面婚的部分啊 就是 就是這個 照顧嘛 遺產嘛 這個報稅嘛 等等這些東西 公部門的行為 所以 這邊支持的 這邊未必反對 只是 是因為用了同一個字 所以感覺上好像我非得來反對一下 所以結婚不結陰 對 所以最後才發明出亞洲獨部的結婚不結陰的這個概念 就是說 我們從頭到尾超連結法案 全部都只連結結婚這個行為 以及它的效果 但是陰性篇我們就一個字都沒有看到 完全沒有隱形的問題 然後 在過程裡面 我們也絕對不使用 本來的遺世婚 時代留下來的那些字 那些字在超連結法裡面 全部都看不到 然後超連結法 我選了一個很棒的名字 就是超連結法 所以 所以 但是在情況下 婚的部分跟陰的部分 就很明確的分開 所以 其實這樣就闖不起了 不是說大家不覺得還有可以改善的部分 但是 至少我們就把婚的部分跟陰的部分 有一個性質上面的一個區分 那這樣其實就可以對 但是 像 因為剛剛有提到那個 人工生殖的部分 因為它確實 它 還沒出生 那個極破性才能看到 那比方說 以 以跨性別的朋友來講 好了 免數換證 它就是在之前 幾年前吵得非常兇 但是 最後其實 還 就 總統府人權也 也開始介入 然後 那最後要走雙軌制 可是 這中間有很多歷史 然後 就又有 跨性別的朋友自己也跳出來反對 因為 走 走當軌制可能 會 會有 會有 過度集中 然後 反而更 沒有自由 那後來要走雙軌 但是雙軌制這件事情 後來也 也不了了之 就是 評估中 對 評估中 對 就是 感覺上 真的好像 它雖然比較偏激 因為很多主體在 可是 它沒有辦法被馬上 做下來溝通 好像是這種感覺 當然幾件事嘛 一個是說 其實 這整套 在國外其實各種模式都已經 立法通過了 對 澳洲有澳洲的辦法 那 歐盟有很多國家各自有各自的辦法 那 我們現在 在 新身份證 明年年底 要開始緩發 然後 終於比較漂亮了 對 對 那一個新份證 雖然我知道不是網友最喜歡的哪一個 但是我覺得現在也不錯 無論如何 那一張比較漂亮的身份證 其實後面有一個很大的一個改變 就是身份證字號這件事情 會變成跟居留證的證號 會使用同一個編號系統 以前很多國外的朋友們來台灣的時候 他們即使拿到永居都已經永久居留了 他的證號還是AC什麼東西 對不對 AA什麼東西 那我們這邊是數字嘛 那他們第二個是字母 雖然意思一樣但是是字母 那他們就有回報說很多被歧視的這個狀況 他台鐵要買個中文介面買個車票 以前就買不到 很多電影院自己架系統 那他輸入他的永居的證號 他買不到電影票 因為他說身份證得勢不對 對 然後這個無以數計的這些地方 都讓他沒有辦法去存取 他應該存取的這些資源 而且你說有哪一條法令限制都沒有 這並不是法律說永久居留權的人 就跟國民不一樣 不應該買到電影票 我想不管哪一個法律這樣子寫 這完全是我們寫程式的人沒有想到 那我們寫程式的人沒有想到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沒有這樣的朋友 我們沒有這樣的經驗嘛 我們設計的時候沒有想進去嘛 所以我們後來就做了一個很重要的決定 就是我們就把身份證的第二毛 七八九 對應到這些有居留權的朋友們 所以他的這個居留證號 他看起來就會跟身份證號是相同的 檢核碼的規則也都一樣 所以我們程式不用寫兩遍 我們只要把第二位 從本來是方國號一二 改成任何數字 反斜線D 就可以了 那除此之外都不用再改 那這樣子的話 一個他對國外的朋友是非常幫助的 第二個 國外本來也就有所謂的 Mutual Gender 或者是Non-binary Gender 那我都不用中文翻譯 因為我們還沒翻碼 那但是就是國外有這樣子的朋友 這個時候他過來的時候 他就不用被強迫填個A還是C 這個是本來就是不人道的一件事情 就好像說如果你去南非 你一下飛機就要說我是黑人還是白人 那這個就是很困難 那這個時候他們當這一次同意證號變換之後 他們就可以直接拿到A7什麼什麼 那這個證號 那所以從這個角度來接 其實你先不用去管法律 我們先管資訊系統 這樣子的話 我們資訊系統裡面 就勢必要處理A7開頭的朋友們 你要怎麼稱呼他的問題 你要怎麼樣子去通知他 關於他的一些主動服務的這些問題 這些你都得解決啊 不然你碰到A7的人怎麼辦 那當你都解決了 我們這些以後可能要用A0的 那就順理成功就過了 所以我要講的是說 很多時候工部門做一個決策 他很難談 是因為大家沒有第一手的經驗 我們要一堆連自駕三種車都沒有看過的人 制定自駕車管理辦法 那個叫原木求魚 我們跟這個從來沒有用過手機理財的朋友 說你要做個金融沙盒 那個也是原木求魚 那不是他們的錯 可是他們沒有第一手經驗 所以我們現在在建制的就是 讓大家都先有第一手經驗 然後再來看怎麼樣會比較好 我想提一個問題 就是其實台灣邁入高齡化的時候 那我以前也是做資訊的 那資訊這件事在銀法族這邊如何去普及 政府對這件事情有沒有什麼想法 資訊其實它有兩個部分 一個是說它的輔助的部分 就好像說 其實台灣在輔助這方面的導入資訊是非常快 而且也非常有效的 這個自動偵測睡眠狀況的床 自己調到正確形狀的椅子 公園院還有做了外骨骼 所以就是連這個狀風的朋友都可以行走如常 因為是機器才幫他走 等等的這些東西 什麼你沒有辦法提重物 背重物的時候 你就加個外骨骼 然後機器幫你處理嘛 那這些其實都是資訊系統的體現 只是它不是說我們要做什麼鋼鐵人出來 而是說把它恢復到跟就是一般人一樣的這個生活水準 那這部分我想本來就是台灣也就是強項 那只是說第一個當然因為有強超的這個經費來源了 所以其實補助的程度 甚至preventative就是 你還沒有真的失去能力 但是你就做一些讓你不會失去能力的事情 的這種早期介入預防生育治療 以前都很難就是核銷的嘛 那現在也都納入這個長超的經費裡面去了 所以這一部分我覺得就是衛福補2.0 所以超多2.0的一個特色 那這部分我覺得問題不大 那第二個是我覺得是你如果真的沒辦法出門了 或者出門真的有很大的限制 那你有沒有可能讓他的生活參與 還是跟他能出門的時候一樣好 那這個是一個比較新的一個領域 那舉例來講像他如果要醫師問診 在以前必須是有一個醫師在他家裡 才能夠透過網路去讓另外一個醫師去給他廚房 那當然現在去年有修房 只要有護醫師在他家裡 就可以讓遠端的醫師去給他開廚房 可是其實這樣都還蠻奢侈的說真的 那所以我們怎麼樣在特定的情況下 可以變成是你只要事先認識這個醫師 他也同意 然後畫質在一定以上 什麼在一定以上 評判在一定以上 你就好像有見面一樣 他就可以去做這樣的診療 那這部分才剛剛送訪 然後我們才剛接到第一個BATCH的這些 一些醫療中心的一些實驗計畫這一部分 那還有比方說心理師 很多年長的朋友們 他如果你剝奪他 不是你啦 他的身體剝奪他 就是一般的社交這個機會 那他很容易就沒有憂鬱 有這些心理的情況出現 那這個時候也是自相心理師可以幫忙的地方 但是 again 自相心理師以前因為法令規範 他也沒有辦法遠端的去做心理的支持 而且呢對長輩來講 我要千里迢迢去出診 就已經是非常困難 所以更不要說什麼話了 所以你勢必就要變成是說 你連出診都必須能夠透過 遠端的方法來進行 現在不是有很多什麼阿福寶啊 什麼什麼那個 反正就是機器人啊 那這些其實也都是很好提代品嘛 那所以這個時候 我們就要讓自相心理師 能夠從出診開始 就能夠跟這些長輩進行自相對話 而且甚至介紹他到這些線上社群 甚至以後帶一個VR 還有可以打麻將啦 那所以這些我想都是很重要 那 again 這個也是我們剛剛開始 這個禮拜三開始 接受第一個實驗計劃 讓透過遠端的視訊的方式 可以去進行這些不只是醫療 而是支持的這些介入 那這個也是剛剛從紅白黑客送 一路到安寧 都要能夠去擬入這樣子的資源 這方面我們確實比較晚 比起好不想到美國 主要原因是因為台灣太小了 所以大家出門就出門 那但是他在美國的話 你不能開車呢 你反而都去不了 所以確實落後了可能一兩年 但是我們現在就是可以激起直追 把這個部分都上 我覺得這個很好 因為我想要再探索一下剛剛教育的那個問題 就是說我們在教育這件事情 已經往中小學已經開始 從興趣去做探索跟發展了 所以現在是柔性的課道 那其實我覺得教育這件事情 是一輩子的 就是活到老學到老 那可是以往我們的長輩啊 他們因為以他們以前的年代 是比較相對辛苦 所以比較堅毅 工作上或是生活上 人生上比較堅毅 所以他們其實在接觸面 可能沒有這麼的光 所以等到他們年紀大的時候 會別人 好像退休以後 會頓失一些重心或一些能量 那如何讓他們去參與這些資訊或社群 然後讓他們去更多的學習 或重新探索更多自己的興趣 然後發展出 喔原來其實我也喜歡什麼 這件事情 那因為這件事情比較龐大 我覺得好像不是一個社會組織 或一個公益組織 或是什麼可以去做完整的推動 那這一塊 其實長照據點 尤其C型據點 本來就是有這樣子 擔負這樣子一個任務 就是讓社區之間 不是說我們請一些專業者 照顧搶長輩而已 而是讓長輩透過彼此分享 找到他新的興趣 找到新的價值等等 所以我想長照據點 這個是一個很好的一個設計 就是讓每一個 有心做這件事情的人 他就算是開個咖啡店等等 他都可以說 但是我有提供這個輕盈共創 我即使是做個幼兒園 我也可以說 我請長輩跟幼稚園的小孩 一起來進行探索等等 所以這些新的做法 就跟以前長照1.0的時候 對他的不一樣 就是衛福部沒想到的 你還是可以跟衛福部那麼緊 對 這個跟我們 來柔心課關 有異曲同同之妙 對 這看起來是一點一點的 我們怎麼把它串起來 對 所以這裡很重要的就是 像我們推柔心課稿 不是一點一點讓學校課發會推 而是推共同悲課 共同觀課 就是讓還沒有什麼想像的老師 看到已經很有想像 先兩三年前 就已經開始做千島計畫的老師 怎麼樣子去運作這個新課稿 所以中間互相就是山頭之間 怎麼串成這個相脈 是最重要的一個部分 像我們永續發展目標 我們17項 我們每年就會挑個幾項 然後辦一個就是全台灣的這個 叫做亞太社會企業高峰會 那也把這種有公益使命的 但是又有服務跟商品 所以你可以跟它用 一般的市場機制來對話 而不是只有你可能10%的 可以捐的錢跟精力去對話的 這些組織來台灣去進行分享 那所以像長照在我們去年那一次 就是一個重點 那因為我們在台中嘛 那當時這個林依瑩副市長 本身就是宏道系統 非常重要的一個推手 所以我們就分享很多這個經驗 這個網站上都還有 社企流也做完整的報導 這個都可以去看 所以只要了解到說 不要說Best Practice Best Practice 有比現在在做的更好的方式 比如說我記得伊瑩當時就分享說 其實這些有創意的長照的點 年輕人其實都想得到 但是他不做呢 就是家長不支持 家長不支持就是因為小孩跟你說 他要當照護員的時候 大部分的家長並不是說 好棒喔 你對社會好有貢獻 基本上大概都不是錯的反應 所以相長管理變得非常的重要 然後所以他們就用一種很創意的方法 就是先帶家長去圖 這些非常文青的這些咖啡店 這些創造CG店 然後又跟他保證說 他在學成的過程 會去日本當教學生 所以你還同時學日語 而且你拿到的證照 是國際證照 而且你回來 就可以當像店長 等等的這些管理職 也不是就是家長想像的那種 很機械性的工作 那個是你在學校的時候 為了累積經驗做的嘛 但是你一出社會 就可以獨當一面 為什麼因為需求太大了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他發現說 有經過這樣子過程的家長 他很放心他的小孩 去學習長期照顧的這個職能 因為他發現說 這個裡面有非常多 他可以當老闆的這個可能性 而且他要轉職 因為有國際的這個脈絡 也不困難 但其實對台灣人來講 你自己能當老闆 又在國際上有的東西 那就很好了 說真的我管你做什麼 這個時候你就可以說服比較多的家長 但像這種東西一聽到 其實其他縣市的朋友們 甚至其他在做倡議的朋友們 就可以開始改變他們的倡議的模式 去做這種 不是說好像NPO就NPO 企業就企業 而且我們做一個共同的空間 會這樣一個概念 我想問一下 因為其實我平常沒有這麼關心 政府的一些資訊 或是訊息 對 所以有一些事情是 剛剛才聽到的 對 比如說 我了解108克剛這件事 可是實際上有做了那麼多事情 其實我都不清楚 因為現在是一個資訊爆炸的時代 那每天攝取量 一般人是有限的 不像證為可以瀏覽這麼多資訊 那台灣有想過說 營造一個自己的一個大型社群空間 可以把一些政府很想要傳達的一些很正確 或是很 不要講正確 就是很 即時的 即時的資訊 讓大家知道 而不是說我們一定要透過Facebook 透過Google的搜尋 透過一些 包含說可以傳遞給 可能老年人 銀髮族 或是更年輕的朋友 或是很多婆婆媽媽 可能都沒有攝取到 所以他很擔心 這樣 那有沒有想過什麼其他的方法 可以去執行這件事情 目前當然就成如你說的 我們用的就是現有的 都是外國的 就是LINE Twitter Facebook Instagram 就是Facebook 這三個平台 那這三個平台 當然各自有各自的困難 跟挑戰 跟缺陷 就是注意力碎變化 就是我們講的 所以我們確實有自己的一個平台 就是眾銀平台 那眾銀平台 其實大家想到都想到連署 我們的數據也顯示 大部分人是去做連署 但他事實上 所有正在頒布的狀態政策 的公開討論是在上面 所有部會每一毛錢 花在哪裡 這個參與區預算的部分 就算不是參與區 只要是預算 就在上面 包含他的KPI 執行計畫 所有這些東西 所以其實我們上去發現 大家會留言最多的 其實就是廠商 然後是社會主張 然後是踩踩別的東西 所以表示大家關注的是這些 那好處就是說 你不用等媒體 你也不用等待遺師幫你質詢 你在上面直接問 那這些執行的朋友們 就會直接回你 所以它是一個 跟公園直接交流的一個頻道 然後如果你覺得他方向真的問題很大 那你再去提名連署 但是大家都可以再看到反規 跟預算的情況下 不好意思 再去做這樣的設定 那當然我們 Join平台 大家一直已經把它想成念書平台 所以 通常就是有眼署才會去 但是其實你去Join 你只要對你感興趣的主題 像你對客人有興趣 就勾教育 它就會主動遞送 每個禮拜就會送最新的發展給你 它是有一個電子報的功能 那我們也幫台灣的倡議團體 就他們自己說他們關心的 大概都訂閱了 所以台灣倡議團體 都會接到Join的這種 定期的電子報 那Join去年台灣 兩千三百萬人嘛 我們大概 當時還只有接近五百萬個 就是用戶 那就是不重複用戶了 不是人次 那但是到今年八月的時候 就已經超過一千萬 那所以意思就是 差不多兩個台灣的上網的人 只有一個在Join平台上 那我們所以接下來 我們的重點到已經不是充量了 因為再充量 就只能再充一倍了 也沒有了 那而是去昇華那個品質 不是只是 你在獸醫院看到連署 找了QRM 趕快按個讚 而是在那個之後 要怎麼樣 因為你對這個感興趣 而能夠去把這個頻道推送 更多東西給你 那就是我們下一階段 就要怎麼做的事情 我可以問一個個人問題嗎 對 因為其實 我公司在支營的一個 餐點或目標 是我想要做出一個 人生歷程的比賽 其實說實話 在做資料的收集 可是我想要做一個差異化 是它同時保有公開 跟隱私權保密這件事 如果可以把它區分得很好 然後因為社群平台是一個 現在已經深化到 以台灣來說 用FB啊 IG啊 這很深化 那我很多的照片或行為 都在上面 可是我沒有辦法很 很簡單及時的查出 我所有的歷程 我今天一件會出啦 但是就要 不要花很多歷程 或者是 或是很多 以前像無名一樣 我可以記錄所有的照片的過程 所以我想要做出一個 是人生歷程的比賽 然後同時是 類似 區塊鏈的架構 是開放性 可以讓大家去接接 我用了 帶了Nike做路跑 這些資訊 區塊鏈就是你倒了 還會存在 對 不是說你會倒了 就是說你倒了還會存在 對 OK 對 我想要創造出一個 這樣子去記錄所有的 包含人生的資料什麼 然後成為一個 台灣的一個價值 對 然後甚至可以去行銷台灣的一件事情 那當您啊 聽到這樣子的想法的時候 會有什麼 建議 或者是覺得 我會面臨的困難跟挑戰 不過這個跟台灣有什麼關係 所有地球人都有這個區域 對 所有地球人都有這個區域 只是那我是想說 先以台灣為起步 對 對 我想兩個嘛 一個就是說 要了解到說 區塊鏈是一群彼此不相信的人 花很大的力氣 或是運算上的力氣 達到一定的彼此信任的一個方法而已 如果你已經是大家所信任 有公信力的單位 你有更便宜的方法 就可以達到那樣子的信任 這是為什麼比特幣現在還沒有取代新台幣 就是因為大家都蠻相信 重要銀行總裁的 對 那所以 我就說 你如果一開始用區塊鏈 那那個意思就是說 你的公信力就是建立在 大家願意幫你運行這些 衛星節點啊 等等這些方式 或者你就掛到一個現有的攻略 那你就是相信大家 就是 對比特幣的號召力還有信心啊等等 沒有 我跟他一起創業啊 是的 所以是可以開到晚上 但無論如何 這也是新的一個創新 因為 去年十月以前 我們公職人員不能擔任國際NPO的理事 那 後來我請全序不誤改了 所以現在我就同時也在紐約創業 跟比特幣他們 那 總之 我要講的是說 如果你一開始用的是區塊鏈技術 那就要了解到說 也許你的價值已經不是在提供這個平台 因為 你都放在區塊鏈的話 他隨時可以去找別的服務提供者 來就是幫代操這些資料 你的視覺化也只是我們叫reference implementation 就是告訴他這個東西可以這樣畫出來 但是有一個更好的畫出來的人的時候 你不像Facebook 你沒有辦法阻止他 所以 我不是說你不應該加在臉上 而是說如果你是加在臉上 那就要了解到說 你就已經不是在賣產品 而是在賣服務 那比較適合的方式可能就是訂閱 那訂閱也是 好比叫說 他要參與你的決策程序 我只要付了錢 我就可以來諮詢你 來提案 然後來做決定權 你就把它想成新納稅吧 就是大家都納了稅 所以你可以要求我回答問題 是同一個道理 就是大家買的是治理的參與 大家買的不是產品 因為你沒有辦法壟斷他的資料 那他的資料 隨時他都可以找一個更好的去處理 那所以這是第一個 可能要有的覺悟吧 那第二個是說 隱私的部分 如果是說 讓他傳訊息給特定的別人 只有這幾個人知道 假設你的意思是這樣的話 那馬上一個問題就是說 那但是如果你以後被並購了 或者你以後你的公司換人接手了 就像我們每次 國家為什麼不太願意去 在工部門的各部會中間 共享任何隱私資料 一方面是因為各自法明文說要分散處理 二方面是說 我如果建立了這個不當的先例 那我可以說 現在執政者不會 abuse這件事情 但是明年誰執政 四年後誰執政 沒有人知道 所以我們只要有這樣子的不當的這種使用 馬上就會變成說 那以後如果換不同的人再炒 那這樣子是不是在野的人就會更慘了 所以這件事情 因為大家為流 所以是不會去做的 所以在商場上也是一樣 所以是會購定 所以是會經營權 管理權這些都是可以交易的 所以除非你是以你的使用者 平成的合作者心態 也當然不是這個心態 不然的話總是會發現說 未來的經營者 跟這些使用者的利益 不完全一致的時候 那這個時候你就會面臨一個挑戰 就是說那我手上有這些個子 這個很好賣 非常多人都很願意買 那這個時候我要怎麼樣子 就是不讓大家覺得是說 當年信任我的 好像喪失了這個信任 像Candridge在奈利品卡之後 很多人對臉書就喪失了信任 但不知道為什麼還上了Instagram 的這樣子一個情況 那所以我覺得作為經營者 你可以說第一個最好的 從技術角度看 就是我們叫Zio Knowledge 就是你透過我的平台 傳私訊給別人的時候 我根本就不知道 我最多就只知道 你幾點幾分 傳了東西給誰 至於那個內容什麼東西 我完全一無所知 以前LINE是不願意做這件事情的 他的群組訊息 他自己其實都有留一份備份 但是到某一個時間點 好像2015、2016的時候 他就發現說 這樣就會造成我們叫做 Incentive Misalignment 就是說誘因的不一致 那所以呢他們就決定了 我們就切成兩塊 一塊是叫文字訊息 文字訊息連LINE都不知道 你在群組裡面發到什麼 一塊叫貼圖 LINE知道你買一個貼圖 用在什麼地方 因為他只賣那個 文字訊息 他等於是買貼圖送傳訊功能 的這樣一個商業模式 那這也很合理 因為貼圖的製作者想要分潤 你想要分潤 當然想要知道怎麼樣被使用等等 好那所以如果使用者同意 這個大家用LINE都有挑出來過 你都按了同意才繼續用的 大家如果都同意 LINE完全可以監控你的貼圖行為 但是都不知道你的文字內容 你就繼續用下去 那這個時候即使他以後被狗病上市 隨便怎麼樣 那他反正也沒有你當年的文字資料 他沒有隱私可以被拍的 那所以這個時候其實對經營者來講 就不用在那樣子天然交代 所以我覺得這個Value Proposition 一開始就要很清楚 你能賺錢的那個服務的部分 如果還就是沒有辦法保持隱私 像貼圖 那你就要講清楚 那如果你說 欸我會保持隱私 那最好就是你用技術手段 讓你自己真的不知道 那這個時候即使是要查局 來找你 你就可以說我真的不知道 就這樣 那你就是這樣跟我們講 我覺得你回答非常的認同 那我想 我們目前可能是執行第二種方式 第一種方式 其實我們不是要用這麼大的資源 去做區塊鏈這件事情 非常耗費能量 那可是我想要問的是說 政府單位有興趣去做一個 這樣子的大型的社群嗎 因為其實我們的資料 全部都掌控在FB啊 在LINE 在什麼其他的單位 我們台灣並沒有一個可以 當然我們也不想像 可能中國大陸一樣 是這麼的像高壓式的 去收集到全國人的資料 可是台灣有沒有想過說 是在技術面可以克服的情況下 然後去做這樣子 以國家為國家為單位 然後去做出一個大型的社群 可以去把很多必要的資訊 然後或什麼可以去做這樣子傳播 應該這樣講 就是說我們在做的都是 把政府對人民透明 但是你剛剛講的那個架構 是讓人民對政府透明 那這個在台灣是沒有社會正當性的一件事情 所以不是沒有人想過 一定有人想過 但是沒有人願意這樣做 就連我們的連署平台 我們都必須說 你要當連署人 你的名字可以取代碼 所以沒有實名制 我們最夯的一節的連署 像說 社交吸管應該逐漸禁用 這些 他那個連署人的名字 體驗人的名字 就叫什麼 我愛大家大家愛我 所以你根本不知道他是誰 也不知道他幾歲等等 那這樣的好處是說 當然我們比較會就事論事 但是要了解說 我們之前是有堂的博士名制 因為來亂的現在也蠻多的 但是沒有社會正當性 沒有人同意這件事情 而且說如果他是抗議一個不義的關係 的一個行為 比如說也有公務員連署說 為什麼這個放假制度對公務員不公平 什麼之類的 那誰這個幫貓掛鈴鐺 誰使命誰倒楣 所以他是等全序部全部都修完了 他在我的臉書上面才冒出來說 啊 是我提愛你的 因為這個既成事實 所以這個時候你要保護他的命名 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們要就是認證 我目前唯一的就是說 你要提供一個台灣的電話號碼 我們會傳簡訊 那你要簡訊你的數字 要能夠輸入 那當然我們的前提是說 電信公司應該你在辦SIM卡的時候 已經做過一定程度的實名確認 所以我們是連到電信公司 但是我們絕對不會說 國發會家這個平台 有大家當年的簡訊認證 但是我們就把大家的手機號碼 提供給各部會 就像剛剛講 各部會互不相屬 絕對沒有這種流動的行為 我們必須要都證明到這個程度 我們才能夠做像Join這樣的平台 好不容易以前外人來用 但是我們如果比這個再多跨一步 說這變成一個社群平台 大家之間的群組訊息 國家都留一份 那我們之前 不管幾次這種多方利益關係的會議 都是說沒有社會正當性 台灣絕對不能接受 我們不能做這樣 那如果就像剛剛一開始說 其實並沒有 都是選匿名 都是並沒有留下任何的 其實層層去抓 還是可能找得到 就像您說 找回當初辦信 辦辦卡的時候的狀況 那可是如果是 我反過來一個例子 就是說 我們的這些資訊 我們可能都是去識別化 我們講去識別化 所以像悠悠卡 像什麼 其他的連結上 我們可能並沒有辦法 直接去都是 他是誰 只是他是 那以這種方式 因為其實政府做 可以啊可以 可是像悠悠卡 它其實是私部門 它只是公部門提供它一些 法令上面的一些方便 然後也提供一些 promotion上面的一些資源 那有時候 promotion還會造成社會的話題 那總之呢 這些情況下面 悠悠卡當然有 會議卡通 當然有它成長的一個空間 可是講到底 你還是可以 進入這個市場 並且跟它競爭 嗯 事實上很多人 尤其我們現在電池 電票什麼東西 要匯流了嘛 那所以其實 隨便誰都可以跟它競爭了 那其實這樣子的情況 反而以台灣來講 是大家比較能接受的 因為你如果用政府來做 那大家都可以鎖定 進入那個平台下 所以我們真的做得非常好 這個叫運運真理 嗯 那我們如果做得很不好 那就叫文字管 就怎麼樣 都沒有收回正當性 但是如果我們說 我們創造這個平台 然後呢 任何人 他研發了這樣子 到達這個程度的 好比像說我們推行動支付的時候 有人用指環就可以感應付款 但是他說我不用爬三公分 那時候會點到 你要十公分我才感應得到 好那我幫你送房發令 但是不是說我們去說 你一定要用戒指來付錢 這個就很奇怪 所以其實就連你剛剛講的那些平台 像臉書也好或者是Google也好等等 其實我跟他們談的時候 並沒有覺得他們是美國公司 我去DC的時候 DC的國會議員們也沒有覺得 真的對他們有多大的控制權 當然你可以按照違反公平法 去發他一些錢 那差不多就到這樣 你說要向一黨領證 然後再去領這個私人公司 那真的只有PRC那邊做得到 那這些平台 我們說國外的平台 其實從即使美國的角度 他們都有點像國外的平台 因為他們自成主權嘛 Facebook都要發行貨幣了 直插軍隊了 那所以這個時候 就是你跟他的關係 無論如何就是類似外交關係 所以我們要解決的大概兩個方面 一個是說我們用各國的壓力 聯手逼著Facebook 說你一定要好像政治廣告 你一定要揭露 一定要透明化 不然我們就政治陷阱 那個平台白嫁了 因為大家都不去捐錢 給政治人物 大家都買精準投放了 那或者是說 你要做的這些平台上的事情 如果我真的要換系統 我要搬嫁到別的地方 你得給我一鍵下載 不能要我按25次 等等 就資料可惜權 那這些 那當然就是一直抗拒嘛 但是抗拒就罰嘛 那罰到現在他也覺得 好啦 是這樣 就這樣了 對 所以現在它退讓到這個程度 至少讓Migration 就是新的競爭者 有可能進入市場 但他下一步接的是 我們要像法國一樣去說 那我們外交上面 我們就來推我們自己的搜尋引擎 叫做Quant 這個程度呢 還是說我們只要說 沒有其實各國的都很歡迎過來 那但是我們幫你做一些自然的檢測 到了一定的程度 我們就會跟國人說 這個不是惡意的詐騙軟體 我們是逼到這個程度呢 這個就看你對政府的想像是大是少的 這個沒有一個定位 但是我們一定不會變成說 只有我們那麼做 然後大家都可以做這個情況 那我最後一個問題就是 你們覺得台灣的未來進 二黨是真理嗎 還是假的就是 核心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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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新能力 之類 你們覺得在哪個方面 是最有機會或突出的 是 其實台灣的一個特色 就是當我們Delivery的創新 比方說GoPro的時候 他不會是犧牲掉社會或環境這樣 來達到一個經濟上的創新 相反的 如果不是大家這麼在意 永續的環境 在意負責物人等等 我想GoPro也沒有辦法 在台灣成長這麼壞 就是因為大家都覺得說 機車造成的公屋 是一個真正的社會問題 所以換了GoPro的人 他其實不只是說 他性能比較好 那個見仁見智啦 但是他就是有一種 走路有風的感覺 覺得說 我讓地球更永續了 對 事實上是這樣 所以 就是說社會創新這個DNA 它其實是在每一個地方的 即使是純經濟的公司在台灣 你要成功 你也必須不得罪相名 不然的話 就會像露伊莎咖啡 就是一定要趕快把那個 鮮奶的供貨來源 換成鮮乳方 不然就要倒了 這樣的情況 會不斷地在台灣發生 那所以 我們這邊 DNA出來的創新 它按照定義 它就是永續 它不是靠著破壞經濟 來發展社會 不是靠著破壞環境 來發展經濟 而是說 這三個 至少都不做壞事 而且很可能 你必須要做壞事 才會成功 所以當我們輸出的時候 第一個 我們不是用一種 好像掠奪者的這個角度 我賣你短線 但是到最後會欠很多國債 最後把門口賣給台灣 然後不做這種事情 然後第二個是說 我們也不會說 只要是破壞性的創新就是對的 就是好的 砸一大堆錢 然後發現說 其實倒不偷來又走回頭路 事實上 社會就沒有辦法接受這種事情 那我們這邊的東西的強項就是 你到任何一個觀想領域 他都會歡迎這樣子的創新進入 因為按照定義 他就對這17個人的目標 都沒有破壞 謝謝正位 感謝你 我覺得我今天 是我今天 是我今年最大收穫的意思 感謝您 謝謝您 謝謝您 謝謝 正位讓我們可不可以 請您幫我們